就是输掉的那个奥运的那个讲台 这给你们带来了怎么样的一个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在这一次的比赛当中 我觉得从那个奥运会比赛失利完到现在 其实我们经历了一个过渡期 通过这一段过渡期 其实我们的稳定性可能会比之前更好了 其实特别是在心底上的吧 经历了这么大一个波动 其实现在算度过来了之后 对我们其实之后的比赛会更有帮助 其实我们现在其实在比赛中 其实心底上的波动并不会特别的大 OK Yeah of course we have faced like the loss at the Omnipine like the beginning of the tournament but it has helped us to be more stable especially when our mental state we will be more comfortable to during the match so does it make it more making more determined to beat like the jumping because they lost to them in the Omnipic that doesn't make them more determined to beat them 会给你们带来信心吗 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就是上次那个 你说刚才是说那个心理状态会比较好一点 对今天的比赛有帮助到吗 就是心理上面还是一样 就是其实对今天还是有帮助的 其实我们其实对上他们 因为他们是奥运冠军嘛 然后我们其实也是 不会有太多的包裹在身上 其实就是去准备好我们的战术 然后去拼拼他们 对的 因为他们是奥运军 所以我们有点压力 我们开始的 比赛 OK OK 好 好 我现在进入到第二个月 那天 OK 上次上个星期的上周那个大树赛 你们也是进决赛 今天再进决赛一次 你们今天的心情是怎么样 好 你很开心吧 然后 也希望明天说是能继续持续好运吧 我非常愉快 希望他们能继续持续持续运游戏 那些人都会在这一场场场上 那些人都会在这场场场上 所以他们会在这场场场上 他们会在这场场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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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Yuta和Ariza 他们想直接知道 对,明天退上去日本 你们觉得他们的优势会在哪里 首先他们的速度非常高 然后我觉得男生也非常聪明 然后女生也非常有点 他们觉得他们的速度非常高 他们觉得中间的速度很高 Yuta很聪明 她能够贴它的比赛 她可以在这场场场上 如果Ariza的比赛很高 有没有问一下 为什么比赛能够太近 比赛能够比赛能够? 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 为什么你们刚才跟自己人打的时候,那个差距会很大,是速度方面对吗? 像有说,今天你们打得比昨天还快,那个发球化的比较好今天 然后今天他们可能有一些失误会比我们想到很多,其实我们并没有想到今天能够取胜的很容易 其实我们想到是非常难,甚至我们可能会被他们打得太难受,但其实今天他们可能有一些失误 对于他们,他们开始觉得今天会比较难,可能会比较难,但他们感觉到很多负责的负责的负责的负责 所以他们的负责有很多负责的负责,所以他们得到很多负责的负责 他们可能会比较难,但他们可能会比较难,但他们可能会比较难 我们希望能够取胜责的负责吧? 我们希望能够取胜责吧?也不能确定,但是我们会穿衣服 他们一定会比较难的负责的负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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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